這個3-4的單元,一開始我們要主題就是動物如果要獲得癌症 動物不像植物可以光合作用,所以他們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吃 所以在這個單元一開始,我們先介紹幾種色食的動作 首先是水蠍,水蠍有很多的觸手,觸手上面有所謂的刺絲包 它是一種特殊的細胞,毒的細胞,用來毒死那些獵物 那跟水蠍很相似,像水母、海龜,這種類型的動物 那它的肚子只有一個開口,所以它吃東西吃完都怎麼樣,再吐出來 我們稱它為吃吃爆動物,它過去被稱為叫槍腸動物 也就是說它並沒有鋼門的口罩,只有一個開口,好像水蠍 那第二個是蝴蝶,蝴蝶的話它只有一個很長的口氣可以用來吸食,花蜜 所以不同生物,像蚊子也有口氣,它口氣像跟針 那第三個是單細胞的部分,像變形蟲,它就有一個原生動物的口罩 它不是動物,它是比動物還要更原始的,單細胞生物 那它的方式就是,它會生出這個所謂的胃竹的構造 它是一個細胞,它生出胃竹之後,很像那個 這個動作在我們身體的一種細胞也會做,就是那個白血球也會這樣 它會吞噬病菌,那變形蟲它用的方法是生出胃竹把它吞噬進去 所以這種方法也可以設施,那像人類啊,或是像貓、狗 這叫做哺乳動物,哺乳動物的牙齒主要就是三大類 有門齒、犬齒跟舊齒,門齒它的前端比較細,很像刀子一樣 那犬齒的話它是所謂的虎牙,那門齒的部分呢 在我們上面有四顆,下面有四顆,它很像刀刃一樣,它是用來切割食物的 那比較發達的動物有什麼呢?老鼠,老鼠的門牙很發達 像那個哈胡泰拉,它的門牙很發達,還有兔子 所以牙齒就是前面長長的,對不對? 那麼呢,老虎跟狗啊、貓啊這些動物它得是什麼? 全齒很發達,因為它們其實肉食性動物 所以同學,吃肉的動物呢,牠們的什麼都比較發達? 全齒比較發達,阿鵬子是什麼動物? 這叫捏齒動物,你知道嗎? 這是專門怎麼咬那個樹皮啊? 這是捏齒動物,還有兔子這類的 捏齒動物呢是門牙的發達 那像草食動物是什麼比較發達? 就是,因為牠要吃草,對不對? 草的話,牠需要這個,因為草的有很硬的細胞病,對不對? 要把它磨碎,把那個草磨碎,所以牠一直咬這樣 所以牠在農場上面的牛,沒事吃,嘴巴一直在拿 一直在板廚,一直在咬那個草料 所以這是草食性動物的 欸,那請問人什麼比較發達呢? 都一樣 其實人類叫做什麼動物呢? 雜食動物,我們可以吃肉也可以吃草,吃素,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均衡發展,我們叫做雜食性動物 對,當然我們沒有牙齒,當然牙齒動物不一樣 那像人類啊,或是像豬,豬也是雜食,對不對? 豬不是吃人類的東西嗎? 雜食動物的話只是均衡發展 所以這是關於動物的牙齒的部分